今天的爱心厦门你我同行 我们来关注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12月23号上午 厦门机场T3后级楼空港大厅 迎来了9位台湾同胞 他们特意来到厦门 只为了完成一场感恩之旅 这当中发生了怎样的事情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2月23号上午 台胞刘先生和妻子朋友 专程从台湾飞来厦门 儿子儿媳也特意从英国赶到厦门 他们此行的目的都是为了感谢一个人 厦门机场的安检员王建平 事情要追溯到今年6月份 当时刘先生来到厦门机场 准备搭乘飞机飞往高雄 但没想到的是刘先生突然脑血管破裂 晕倒在T3后级楼出发大厅 随后厦门机场急救中心 第一时间派出人员赶到事发现场 把刘先生送往医院救治 而这时刘先生远在北京的妻子 得知此事后焦急万分 他赶紧打电话 联系了此前有过一面之缘的王建平 希望他能帮帮自己的丈夫 很着急 然后就想到了我 我觉得我有这个能力 或者有这个意识 我愿意去帮助他们 然后我就拨打了我台的电话 然后联系上了他 然后让他作为家属 然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碰巧那天 王建平的妻子正带着生病的孩子 在同一家医院看病 王建平立刻嘱咐妻子到医院门口 接应刘先生的救护车 并顺利将刘先生送进重症监护室 由于病情危急 刘先生随时有生命危险 王建平反复叮嘱妻子 尽全力帮刘先生办好所有手续 并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刘先生的妻子 由于送医及时 医生在最佳时间对刘先生进行了抢救 最终将刘先生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在第一时间帮他们做了这个第一棒的这种交接 然后到后续他们做手术都非常的顺利 他晕倒 然后到得到救治这个中间的这个黄金时间 没有延误 对我们来讲 这个是一个特别及时的一个帮助 而且这个帮助还不仅仅只是及时 而是替我们承担了很多的风险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特别感谢 面对刘先生一家人的诚挚谢意 王建平反而不好意思起来 在他看来 作为一名普通的安检员 用热忱的初心服务好每一位往来厦门的旅客 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当时我也没有多想 我觉得这是一名党员 一名原祥厦门空港人应该做的 这是厦门这所城市所倡导的文明和爱心 本财记者报道 作词! 好